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很多人茶叶蛋做的味道很一般 却在教别人怎么去做茶叶蛋 今天就把我做了20年茶叶蛋总结的经验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学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原来茶叶蛋可以做的这么的简单又好吃 准备适量的鸡蛋清洗干净 然后把鸡蛋冷水下锅 水开之后煮8分钟 注意煮的时候不要盖锅个 要不然鸡蛋壳容易破碎 做好之后牢处过下凉水 用勺子的背面 轻轻的把鸡蛋壳均匀的敲碎 这样更方便入味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放入砂锅 加入适量的食盐 冰糖 再加入生抽和老抽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煮茶叶蛋料包 放入一小包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鸡蛋 盖盖小火煮40分钟 时间到了关火 再浸泡8个小时 这样做出来的茶叶蛋就非常的入味又好吃 而且看着非常的漂亮 好了 洗完就赶紧在家试试吧